原來就是A二次減B二次 即是你不說我真的錯過了 是不是? 真的嗎? 那你記住了 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這個深夜學堂由我來主持 就是因為我們上一集已經講了Chor quadratic formula 也是他教的 我覺得我已經掌握到如何去找一個root 即是X有機會是等於什麼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一些concept 就叫做sum of root和product of root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將它加起來和成 那我就覺得我絕對可以找到他們出來 是不是? 死不已遲 好 那我們重溫上次的Chor quadratic formula 就是X等於-B加減開方B二次減4AC over2A 就是因為它加減所以我們就會有兩個可能性 那個value 如果到了sum of root 意思就是將那兩個可能性加起來 我們都寫出來 看看會找到什麼 B二次減4AC 2A 好了 加減Sum of root 然後-B 減 B二次減4AC over2A 通份沒有 其實上面就加在一起 我們很容易就看到 這支紅色的 這支 和這支 其實我們加起來的時候就會弱了 複了 這兩支 兩支都是負 負負加起來都是負的 所以我們就馬上看到 等於答案就是-2B over 2A 看到兩個2就不用想了 都是弱了它 最後呢 原來是-B over A 對 是不是對嗎?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去product of root 我們先看看omoke 就一樣 將這兩支成為 我們再寫一次 -B 加 B二次減4AC over2A 在上面其實我們很容易看到一個pattern 很多同學可能都會錯過了 就是這裡和這裡是一樣的 然後這裡和這裡又是一樣的 其實這個加和這個加 哈哈哈哈 你就會看到A加B 乘以A減B 對 原來就是A二次減B二次 即是你不說我真的錯過了 是不是 對 真的嗎? 好好好 那你記住了 哈哈 那A二次是什麼呢? -B二次 我們再減這個 開方B -4AC的二次 好 等等 這個 2A乘2A 對 這樣 這個 這個的二次 就會變成正 B二次 這裡的二次 就沒有了開方 那我們就立即看到 有一樣神奇的東西 不是 等等 這裡會成了進去 所以這裡是正 又可以弱了 有些東西 這塊和這塊就可以沒有了 因為這個正的褲 和那個價值 然後呢 A和4都可以弱了 對 這裡 弱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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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最後得出的 就是C over A 對 其實呢 我們很快就看到 其實Sum of Root 和 Product of Root 就算我們在不同的情況下 用不同的A B C 任何東西都好 就算做出來的答案 找不到Root 都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們簡單地用B和A的Ratio 負了就為Sum of Root 而C和A的Ratio 就為Sum of Root 那到底找出來做什麼呢 你知道嗎 找出來做題目 就是題目要你做 你才要找的意思 但其實呢 我就想在這裡跟大家說 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呢 我們很快就抄出來 你的Sum of Root 就是負B除以A 而它的Product of Root 就是等於C除以A 我們有這兩件事先 我們先認住它的樣子 負B除以A和C除以A 其實呢 在一個Quadratic formula裡面 它的Y等於AX二次 加BX加C 其實我們如果把A抽走了 離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件事 就是加B除以A的X 再加C除以A 是吧 把A抽走了 那其實呢 你會看到 這個樣子其實也很像 跟它相差了一個符號 這個也很像它 是吧 其實意思就是說 任何一個Quadratic formula 如果A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A的數字 但若然它們的Root 是一樣的話 它們兩個Root 當一個Root叫Alpha 一個Root叫Beta 先啦 它的雙加和它的雙乘是一樣的話 它是可以生產出 無限這麼多的Quadratic formula出來的 這個Quadratic function 我們用圖像去顯示一下 例如我有一個 Coordinate Plane 第一個 我說 Alpha在這裡 你看這裡 假設是這樣 其中一條線 可能是 這樣的 第二 如果同時都是通過這兩個根的話 它其實可以是這樣的 反過來也可以 又或者是這樣的 其實無限種可能性是可以發生出來的 只要它們通過的Alpha和Beta 兩個根是一樣的 就可以了 唯一這四條線的分別是些什麼呢 請問 就是A 對 就是它們的A是不一樣的 如果A大一點 它就會越來越高越來越瘦 小一點就扁一些 如果負數就是向下開口 所以其實這個A 它的性質是決定了這條功能的樣子 它的上下或者它的肥瘦 而另一件事 就是 我們的Sum of Root和Product of Root 是原來可以幫我找回一條 Quadronic Function出來的 這個是另一個我們需要知道的東西 在考試的時候也有可能會出現 例如它說 我想知道一個Sum of Root 是等於8 Product of Root 是等於12的東西 想問它的Quadronic Function會是什麼 其實我們是答不實的 但其中一條Quadronic Function可以是什麼呢 就是 x2次 就減8x 再加12 等於0 這個一定可以找到它的循環出來的 因為我們說 x2次 減 負 b over a 的x x2次 再加 c over a 等於0 是可以顯示到這個 Sum of Root 和 Product of Root 只需要整個A就可以了 所以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以找到這一對 alpha beta 所形成的 Sum of Root Product of Root 可以嗎 另一件事就是找功能 但如果要找功能 若然你要找到A 即是這個A的話 你就要有其中一個點 才可以幫你找到 任何一點都可以幫你找到 至少要代入就知道了 這個邏輯都非常重要的 我們來試一試 其中一條題目 是另外都可以應用到 Sum of Root 和Product of Root 的邏輯 就是幫它的手去找 Mid Point 我們來試一試 看看 這個題目 其實它就說到 有一個Circle 它是2012年的 Paper 1的第17條 它有兩部分 總共7分 其中一個 我今天不是想說 Equation of Circle 所以我直接給你答案 它就是 X-6的二次 加Y-10的二次 等於100的一個 圓形的Equation 它就說 它們通過一條 Straight Line 用L去表示 它就是 Y等於-X加K 這個功能 它就說 當它兩個通過的時候 會產生兩個的交點 譬如圖像顯示 它就是一個圓形 隨便有條線通過 這次是負 所以是向下的 向下通過 所以它就會有兩個點 這一點和這一點 你別理會我向上這條 它就想找這兩點之間的Mid Point 其實我們就這樣想 就會知道應該在這裡 應該在這個位置 大概 但怎樣來呢 就是 如果我們說 我們找到它的X 對應在X軸上面的X 雙加隨以2 是不是就知道它的中間點 是 所以我們只需要把這一點 和這一點的X X的座標 所以就是Sum of Root 對 所以就是Sum of Root 雙加隨以2 就會找到我們的中間點 明白嗎 所以我們只需要 代入去就找到 我示範一下怎樣做 在做的過程中 我們當然就會把Y等於-X加K 代入Y 所以它就會是X-6的2次方 加-X加K-10的2次方 等於200 我現在做的運算很快 就是X2次-12X加36 再加X2次-2乘K-10的X 再加K-10的2次方 剩夠東西減100等於0 好 最後我們經過也是 2X2次 就會變成12加2K-20的X 純粹將一些有X的定義 即是-12 2K-20 還有最後就是加36 加K-10的2次方-100等於0 這裏我就不做太多 因為它純粹想我找的 就是我的中心點 也就是我只要知道 我的Sum of fruit就可以了 Port of fruit 和我沒有關係 所以我只會把X2次一塊 和X相關的前面 是B 還有後面一抽 我這個也懶得搞 這個成果是C 我不搞了 而我只要知道它的Sum of fruit 這個成果率 就是等於-B除2A 所以用K來表示 即是這個是-8加2K 8-2K除22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就是4-K 可以嗎?4-K 但我知道Sum of fruit沒有用 我知道Sum of fruit沒有用 因為我要找Mid Point 所以Mid Point 這個A點和B點 題目先當作A點B點 就會是等於Sum of fruit 除2 因為加上除2 所以就是4-K除2 4-K就是2-K over2 但還有一個 它要知道它的Coordinate 即是它要知道X和Y 是一起知道的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把2-Kover2 這個X的座標 代入直線 代入直線 就可以了 即是我們代入這裡就可以了 明白嗎? 所以它的Y座標 的那一點 的Mid Point 就會等於是-2-K除2 再加K 也就是等於-2加Kover2 加這個 即是3Kover2 明白嗎?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是它的Y座標 而這個就是它的X座標 明白嗎? 就找Mid Point Mid Point的應用 通常都是這樣做 所以難度就不是太高 而Sum of fruit Plot of fruit 通常都是讓你去做這兩件事 一個就是找回一個 Quadratic Equation 或者一個Formula 或者一個功能 另一件事 就是叫你去找個Mid Point 通常應用都在這裡 那今天這個由一心主持的 深夜學堂 是不是不錯呢? 算是這樣 最後讓你拿回 對,我快要請一請教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